然后我就在机场的免税店 我就听到一把声音 好像是白先勇的声音 我就跑进去看 果然是白老师 我就说白老师 那次真是巧 怎么有人替我付了账呢 我回头去看 林青霞在那里 一生没有打扮 那时候还是美 白老师的声音很特别 白老师的声音 你不看到他人 你都会知道是他 白老师 我有一次我跟你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来往 那么等于还没有做朋友 那有一次我在机场 我跟那个十男生夫妇 要去吴歌窟 听蒋勋的那个代理导览 我们去吴歌窟 然后我就在机场的免税店 我就听到一把声音 这个声音呢 我想嗯 这好像是白先勇的声音 我就跑进去看 果然是白老师 然后我就等在那个免税店 那个算账 那个叫做柜台那边 然后白老师把一些 就是日常的用品 那些东西也不是贵的 那就去付账 结果我就赶快就把那个账付了 我就站在那边 然后白老师说 啊 谁付了 然后我就说白老师 然后就很高兴 我就说白老师的声音是一个特色 那次真是巧 我从要从香港回台湾 那个林兴霞他们刚好要到吴歌库吧 是吧 到吴歌库去 那么就跟刚刚你讲了 哎 怎么有人替我付了账呢 我不容易看 林兴霞在那里 穿了一个白衬衫 一身没有打扮 那时候 还是美 我从那个时候 本来我就见过你的嘛 这个后来 那个可能是第二次见面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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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黄子焦 我们是动力火车 支持你最爱的老乡大渊 我是韦琳 我是陈夕安 我们是 机智男孩 加油喜事 我是韦琳安 我们是 Wallfest 5000起 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 只要点开 TVS娱乐头条的 Line官方账号 别想看穿我 除非你加入 TVBS娱乐头条 Line官方账号 拥有它 就等于拥有了我 赶快搜寻加入 娱乐头条 Line官方账号 Line官方账号 就是我们合你的任意吗 从此 我就要一直Line 从此我们就一直 把我的一桌一栋 看光光 所有精彩 独家的娱乐新闻 随时Line给你 加起来 怎么弄